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 下午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 看电商618您认为哪些新消费类股票有投资价值 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 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互动 发表弹幕留言 并且给您喜欢的主持人和嘉宾投票 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演播室的嘉宾 开源证券研究所所长田伟东先生 欢迎田先生 您好 我们首先来扫描一下今天的星级资讯榜 来看一看有哪些重要的财经大事将会影响今天的市场 17号互伦通启动仪式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举行 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伦敦证券交易所从此互联互通 华太证券发行的互伦通首支全球存托凭证GDR产品 同日在伦交所挂牌交易 收盘时华太证券GDR股价上涨3.66% 财政部消息截止到2019年5月末 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98953亿元 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限额之内 地方政府债券剩余平均年限4.5年 其中一般债券4.5年 专项债券4.6年 平均利率3.52%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17号发布了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服务保障设立科创版 并试点注册制的若干意见 意见表示上海法院将根据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等 对因设立科创版并试点注册制引发的 相关金融民商市纠纷和涉金融行政纠纷 探索由上海金融法院实行集中管辖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 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 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 提出人工智能治理的框架和行动指南 星号ST长生发布公告说 近日全子子公司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收到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 准以强制执行罚募款共计91.04亿元 我们来关注资本市场 另外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事件 互伦通 北京时间昨天的15点钟左右 互伦通启动仪式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举行 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伦敦证券交易所 从此互联互通 这是中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又一个大动作 对中国 英国和更大范围的全球经济来说 都是利好 17号当天 华太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的全球存托凭证在伦交所挂牌交易 这是首家按互伦通业务规则 登陆伦交所的A股公司 意味着互伦通西向业务 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互伦通包括东西两个业务方向 东向业务是指伦交所上市公司 在上交所挂牌中国存托凭证CDR 西向业务是指上交所A股上市公司 在伦交所挂牌全球存托凭证CDR 中国证监会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 发布联合公告介绍 起步阶段对互伦通跨境资金 实行总额度管理 其中东向业务总额度为2500亿元人民币 西向业务总额度为3000亿元人民币 中国证监会表示 启动互伦通是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的重要探索 中英监管机构还将就互伦通跨境证券监管执法开展合作 从2015年启动可行性研究到正式落地 互伦通的开通用了近四年的时间 它的到来对双方的市场来说都意味着什么呢 英国投资者和媒体认为 英国目前正处在脱欧困局 中英各方面合作对英国来说至关重要 未来双方将会继续视市场发展 深入优化配套制度 进一步加深两地的金融和资本市场合作 为两地企业提供更多机会 中国在很多年代中 已经慢慢开启了金融市场 伦敦处于美洲和亚洲中间 有利的地理位置和时区 长期以来 英国市场具有高度的国际化机构 和专业化的特点 海外投资者持有英国股票市场的市值比例 超过一半 外国企业以发行GDR的形式 在轮交所挂牌上市也非常普遍 截止到今年5月底 伦敦证券交易所共有136支 来自32个国家和地区的存托凭证上市 互伦通的开通 有助于提升A股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 进一步协助A股市场与国际接轨 同时也为国内的投资者和公司提供更多的投融资渠道 将一方面支持他们跨境融资和并购的需求 同样也有利于他们拓展国际业务 提升国际殖民度 进一步推动上交所国际化的进程 不断提升中国资本市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互伦通的开通 让上海和伦敦两个金融中心互联互通更进一步 两者在产品资金服务上的互通便与投资者进行全球资产配置 根据规则 互伦通参与门槛为连续20个交易日持股市值在300万以上 根据上交所官方数据显示 持股市值在300万以上的账户大约有82万户 虽然个人投资者较少 但是给机构投资者提供了配置全球资产的渠道 另外不同于互伸港通的订单路由模式 及QFII的直接开户参与交易模式 互伦通开创性的采用产品交叉挂牌模式 破解跨越8个时区的重大难题 互伸港通到互伦通 这个实际上实现了一个从投资者跨境到金融产品跨境的飞越 与互伦的零时差不同 伦敦和上海两地有7到8小时的时差 由于两个市场交易时间不同 所以只有产品跨境才能解决这个时差问题 好 我们来问一下田先生 这个互伦通的消息是这两天各大媒体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时间 您觉得对我们的普通投资者有什么样的指导意义 您的建议是什么 这个市场来说 它是首先就是说进一步的让A股市场是走向了国际 同时对英国来说 它也是开放了一个进入中国市场的大门 这个互伦通的开放 为下一步比如说像富士罗素 这样在英国的全球新型市场的指数基金 进一步的通过这个渠道进入A股 又打开了另一扇的一个大门 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未来预期进入A股市场的资金会越来越多 现在来看富士罗素 今年分三批纳入A股 这样的话 未来要进入A股市场资金会比较多 当然短期量是比较小 因为门槛也比较高 但是它打通了A股和境外的这样的一个通道之后 未来就是相关于人民币资产走向国际化 是越来越明显 而且全球随着全球的融合 最大的新型市场对全球的吸引力也会逐渐提高 所以说互伦通的开通 对于未来的预期提升A股的吸引力 是有非常重大的一个作用 所以是一个长期的提振作用 那么您建议我们的普通投资者来参与吗 我建议如果说真是一些比较稳健性的机构的话 它不妨也是一个渠道 毕竟伦敦交易所它是非常成熟的一个市场 而且在这个市场当中有很多成熟的标的 这样的来说也是相互的 它相互的这种投资理念也是相互作用 所以在这个市场中 当然从我以往参观 这个境外交易所的经验来看的话 它们有点类同于这个类固收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理念 就是价值理念可能更明显一些 不像A股的这样的波动性和这个频繁的这个换手率 它们的换手率比较低 波动性也相对弱一些 但是呢类价值投资理念更强一些 我们能理解成这个伦敦市场的标的 比中国A股的估值相对比较低吗 我们能这么简单的理解 平均来说比较低 但是呢目前来说A股如果纳入这个银行的一种权重股的话 A股还低一些 如果说您刚才也提到了类固收 那我们能理解成它分红比较稳定吗 对是这样的 它的龙头公司就是80%的资金集中在20%的上市公司 所以呢非常明显它的交易集中度呢是非常集中的 不像A股 3000多只股票是每只都是有很大的换手率 可能我们很多投资者还在关注汇率的风险 这一点您有耐用吗 目前来看的话 人民币相对于这个英镑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呢这方面目前的风险还是比较小 好谢谢田先生的分析和解读 谢谢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盘的动向 昨天A股市场缩量震荡 市场总体依旧处于弱势盘整的格局当中 但是昨天最受市场关注的一项新的记录诞生了 就是在连续19个跌停之后 退市海润每股成交价只有0.18元 创出了A股的最低价记录 成为市场最便宜的A股 我们来问一问小金 这项市场透露出了什么样的信号 您好小金 主持人好 最便宜的股票0.18元 市场透露出了什么信号 你觉得我们投资者该警惕些什么 你的观点是什么小金 昨天A股迎来史上最便宜的股票 退市海润一次跌停 每股仅0.18元 创出A股最低收盘价记录 一手只要18元 今年以来退市海润累计跌幅高达79.31% 是今年四支退市股中的其中一支 2019年以来 A股共有四家公司被终止上市 9家公司被暂停上市 暂停上市公司数量创下10年新高 与此相比 2018年被终止上市的有5家 被暂停上市的有4家 可见退市力度明显加强 暂停上市和退市条件趋广将是未来的趋势 小金统计数据发现 A股历史上共有104支股票退市 其中被吸收合并或私有化的公司有45家 真正完全退市的公司仅59家 其中退市原因最多的是连续亏损 有52家公司 其次是其他不符合挂牌的情形有4家 暂停上市后 未披露定期报告有3家 随着科创版的正式推出 退市效率大幅提升 退市有望实现常态化 促使问题股被市场抛弃 据小金统计 股价低于2元的股票 从4月30日的11支增至昨日的51支 一个半月里增加了40支股票 而首当其冲的就是SD股 目前有34支SD股股价低于2元 根据交易所规定 若股价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1元 则会面临退市风险 在此 小金提醒各位投资者 远离问题股 垃圾股和计刹股 小金回答完毕 小金提出的是问题股 垃圾股和计刹股 除了这些田先生觉得我们普通投资者 还应该注意点什么 我觉得最根本的 还是要看企业的这种财务流动性风险 说到底就是企业入不敷出 资不抵债 这个财务流动性风险 都是一个埋下了一个非常大的未来的隐患 从这些公司的表现来看的话 有些公司最终可能通过并购重组又被救活了 但是如果说一家企业盲目的扩张 翻两倍三倍的扩张 但是最终由于财务压力而造成了很大的潜在的风险的情况下 别人即使想并购重组 但是由于它的潜在的风险量非常大 别人还不如重新IPO或找别的标的 所以这类的股票也失去了借壳卖壳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所以最主要的还是看财务流动性是否有非常大的潜在的风险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看电商618 你认为哪些新消费类的股票有投资价值 我们看几个投资者留言 投资者说随着消费的不断升级 高ROE业绩稳定的龙头消费股可以长期持有 还有我们的投资者说银行和医药股 他认为可以长期持有 田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 对他说这些都没有错 但是要提到新消费 我觉得把眼光再放长远一点 就是现在你看到是一个营销模式的一个变化 就是各种各样的消费的节日618 还有年底的这样打折促销 但是目前来看最大影响的因素就是 随着5G牌照的发放 在今年下半年到明年5G的商用很快就会到来 5G商用之后 所有的电器的智能化将会对整个的消费 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比如说以后的外卖都是无人机送了 你以前是由于4G的速度比较慢 有误差 现在5G商用之后 很多的智能化除了 比如说我仅仅举了个无人机的例子 你电器的智能化 感应的智能化 这些的应用出来之后 新的模式新的细腻 都会发生一个分天覆地的变化 所以说就是智能化的电器应用 这个领域是值得投资者关注的 您觉得家电股 您是非常关注的 在消费的细分里面 除了家电之外 比如说我们投资者还很多人提到了白酒 还有人提到了 当然医药不能完全算消费 但是很多人 我们看到很多投资者非常关注白酒的走势 和还有酱油 很多人说调料也是很关注的 对 这个消费是一个消费升级 未来你比如说同样是一个酱油 但是大家做不同的菜品 就要用不同的酱油 目前对中国来讲 它的分类跟日本相比的话 还差得很远 还有很大的一个上升提升的潜力 而中国消费市场和全国的人口又这么多 这种消费的升级 它又是一个板块 我刚才提到的智能化 不仅仅是家用电器 你要互联 你原来的电器是死的 现在是通过了5G网之后 应用互联之后 它的作用会提升 除了电器的应用以外 你所有的消费模式 你的智能化的感应都会提升 包括像这种食品消费 包括像未来的 就是吃穿用行 它的消费都会有一个产业的升级 那这个产业的升级的过程中 比如说像同样是白酒 在未来也可能它的分类更细分化 通过你的智能领域 通过你的身体的各种功能的传导 这种智能化之后 你的消费的模式都会发生改变 好 谢谢田先生的分析 接下来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研报热度榜 来了解一下部分机构对于A股行情的最新判断 首先来看的是海通证券的观点 海通证券认为目前尚有内外风险因素还没有出清 同时本轮强势股尚未补跌 因此调整还有空间 但是拉长时间来看 上证宗旨2440点反转的中期趋势不变 调整真正结束需要市场面 基本面 政策面共振 三季度将是一个重要的窗口期 国信证券认为当前 A股市场主要的投资逻辑主线有三个方向 一是关注上市公司盈利的稳定性 这是当前不确定中最大的确定性 二是把握科技战下我国自主可控领域的投资机会 三是关注包括能源安全 粮食安全在内的国家安全主题投资机会 方正政权认为 在市场成交量低于6000亿之际 坚持结构性投资机会为主 坚持短期化投资为主 高抛低息波段操作 建议逢低关注券商 5G 高端制造 生物医药及科创版行业存量中 细分子行业龙头的投资机会 回避股价短期涨幅过高股 以及退市风险股 好 接下来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互动游戏环节 抢答科创版 每天一道题考考大家 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小金 送上的神秘小惊喜 下面请出机器人小金 你好小金 主持人好 今天抢答的题目是什么 来告诉大家吧 请听好 今天的题目是 科创版股票每一个新股申购单位 为多少股 两个选项 A 500股 B 1000股 赶快抢答 小金的神秘惊喜 小礼物等着你拿哟 好 谢谢小金 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交易时间的微信公众号 在直播互动专区 留下您的答案参加抽奖 我们将在明天交易时间的 微信公众号的投资早餐当中 公布幸运观众 小惊喜马上送达 在收看节目的同时 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参与交易时间的节目互动 发表弹幕留言 稍后来关注外盘风云榜 正在直播的交易时间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下面来关注外盘风云榜 市场聚焦本周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 周一美股三大股指小幅度收高 欧洲主要股指涨跌不一 英国富士100指数 法国卡克指数收涨 德国DAX指数小幅度下跌 欧佩克核心成员国之间存在分歧 周一国际油价跌幅超过了1% 来关注一下美国市场 美国三大股指周一小幅度上涨 市场也在关注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 最新进展具体来看路透社张宇浩 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美股在周一小幅收高 在收盘的时候 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涨了0.09% 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涨0.09% 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涨了0.62% 在板块方面 地产类股领涨 必须消费品类股则是领跌 最新的数据显示 6月纽约联储制造业指数 大幅度下降至-8.6 意味着制造业活动的萎缩 消息是加重了市场的避险偏好 国债收益率在周一出现了下滑 将于本周开展的 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 将成为市场的焦点 虽然近期公布的 美国经济数据疲软 通胀压力 没有达到目标 但专家认为 联储在7月公布 非农就业报告 以及其他数据之前 不会改变政策 再来关注各股方面的消息 首先是电商巨头阿里巴巴 公司在周一向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提交的文件显示 公司提议将其股份已拆八 计划将其普通股数量 从现在的40亿股 扩大至320亿股 公司表示 这将增加未来 筹资活动的灵活性 股价是在周一 收涨了1.14% 再来关注京东公司 京东公司在周一表示 物流部门可能在未来 进行公开募股上市 但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计划 那么京东股价 是在周一收涨了1.04% 再来关注欧洲市场 周一欧洲主要股指上涨 护伦通正式在英国启动 引发了全球资本市场的 高度关注 具体来看路透社 周一萌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欧洲风云榜先来关注一下 资本市场 欧洲三大股指周一是全天震荡 股市的波动的主要原因 是市场正在把焦点聚焦 在本周稍晚举办的 美联储会议上 收盘时看 英国富士100指数 上涨了0.16% 德国DEX持稳 而法国CC40指数 上涨0.44% 本周第一个交易 最值得关注的是 英国早间8点 护伦通在伦敦 证券交易所正式启动 与此同时 英国富士100指数 也以涨势开盘 中国华泰证券作为首家 通过护伦通 进行交易的公司 其全球存托凭证 也就是GDR 是在欧股大盘中 跳涨约7% 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 称护伦通是一项 开创性的举措 那么将深化 全球连接的机会 与此同时 我看到银行类股 和保险类股 周一是表现出色 但航空以及旅游类股 周一疲弱 主要原因是 德国汉沙航空 下调了全年的利润预期 导致该公司当天 股价是下挫超过10% 与此同时 英国一节航空 也下跌了4.5% 另外飞机制造商 空中客车 在巴黎航空展上 发布了全新的机型 随后可见 该公司股价盘中 是上涨了2% 最近一段时间 市场都非常关注 美联储的议息会议 田先生觉得 美联储的利率决议 会是什么样的 如果出现了降息的举动 会对全球资本市场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您的判断是什么 我觉得这次不会降息 但是它至少也不会 像以前那样加息 可能就是一个 维持利率的稳定 但是会带一个 假设性的前提 如果还是这样的 一个经济数据的话 有可能在下半年 会采取降息的动作 如果有这样的言语的话 就意味着美联储 在未来的利率走势 它是往下走的 大家预期是往下的 如果说大家对美联储 预期是全球是降息的话 那将会提升全球的 资本市场的风险投资情绪 以前那是避险情绪上升 大家投美元 投一些避险资产 那现在来看的话 如果是美联储 继续有降息 而不是像去年预期是加息 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话 那美元指数 美元是指数会走弱 那逼得一些 投资风险情绪上升之后 全球的新兴市场 都会有一个投资的 这样的一个回升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全球市场 这个目前来说 都会有一个回升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除此之外 如果美联储 有这种降息的预期的话 全球其他的市场 都会有这种跟风 因为它毕竟它影响了 全球的其他的央行 目前来看 已经有10个国家左右的央行 已经率先的降息了 以前他们是不敢降息 毕竟如果说息差缩小的话 那他们国家的货币 对美元的货币 就吸引力下降 他们害怕引发的 这种汇率的风险 那目前来看 如果美联储预期下降的话 全球市场都跟着 或者是提前采取降息措施 如果全球都进入一个 降息周期的话 那全球的目前来说 都进入一个风险投资情绪 上升的一个环节 无论是刺激实体经济 还是刺激资本市场 都是一个对他们利好的一个因素 所以对全球都会造成一个 刺激投资的一个作用 好 谢谢田先生的分析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上市公司的重要公告 来进入今天的公司排行榜 昆耀集团发布风险提示公告 公司目前销售的 青蒿素类产品用途 均为瘧疾治疗 而且对公司业绩影响较小 公司双清蒿素片治疗 红白狼疮项目 目前尚处于临床二期患者入宿阶段 该新药研发事项长期工作 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存在较大的研发失败风险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中国神华公告说 五月份煤炭销售量41.400万吨 同比增长18.3% 前五月煤炭销售量165.200万吨 同比下降11.3% 红彤光电公告说 你购买华为投资持有的华为海洋 51%的股权 截止预案出具日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审计评估工作 尚未完成 标的资产预估值及交易价格 均暂未确定 公司股票今日复盘 提醒各位投资者 今天还有一支新股可以申购 是你在上交所上市的中国未通 申购代码是780698 申购价格是每股2.72元 马上就要开盘了 来进入今天的股市气象战 来看一看大数据 对今天市场人气的判断 我们在交易时间的微信公众号上 发放了问卷 结果显示 有51%的投资者认为 今天市场可能会上涨 看跌的投资者占比是22% 在持仓医院方面有65%的投资者 选择持仓不动 选择增仓的投资者比例是17% 从机构投票的数据来看 58%的分析师认为 今天市场可能会上涨 16%的分析师认为 市场可能会下跌 再来听几位业内人士 对于行情趋势和热点的判断 周一市场色量震荡 受轻耗速新突破影响 其概念股躁动 农历牧鱼跌幅居前 技术上看 大盘依托于30周线做调整 6月份有望逐步完成调整 迎来7月份的反弹行情 6月下半旬就是一个最佳布局时机 布局的重点仍然是机油白马股 特别是前期出现一定调整的 大消费券商板块 如果投资者选顾能力不强 可以配置ETF 获得市场平均收益 也是不错的选择 经济估值连续缩量相提震荡 乘用量始终保持缩量态势 一方面说明市场整体泡压 激进枯竭 另一方面说明厂外资金观望气氛 依然较为浓厚 短期受货外部因素 绕动影响市场风险偏好出现降低 整体判断当前估值历史低位 继续让2800点附近 处于趋势线支撑位置 应立足左侧交易保持耐心和定力 操作上指应前期涨幅较大的题材个股 适当关注低估值的券商 以及优质的行业龙头股 尽管近期市场仍呈现弱势震荡 不过我们判断指数 还是有望打破自5月以来 所形成的涨幅震荡的格局 我们认为指数能够形成突破 主要由以下三方面因素 一是北乡资金近期连续大额的进行 入入私有操底的迹象 二是美联储本周召开议席会议 市场关于美联储降息的预期 对全球资本市场的稳定 会产生一定的正面作用 35月部分文贯数据 仍低于市场预期 使得二次市场投资者 对于政策的再宽通预期有所提升 上述因素有望对此出的突破 形成一定的支撑 正在直播的教育时间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29分 现在互生两市的集合竞价 已经结束了 马上就要开盘了 来看一下数据情况 央视财经50指数 6362.44点上涨了10.3点 涨幅是0.16% 上的指数2891.09点上涨了 3.46点涨幅是0.12% 深圳城指8785.76点上涨了 4.89点涨幅是0.05% 创业版指数1443.64点上涨了 1.3点涨幅是0.09% 最后我们再来看中小版指数 5396.79点上涨了3.58点 涨幅是0.06% 好我们再来公布一下 我们今天上午的互动话题 互动话题是看电商618 您认为哪些新消费类股票 有投资价值 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上的 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 并且给您喜欢的主持人和嘉宾投票 现在已经开盘 请出今天的盘面观察员 沃德资产投资总监刘旭然 来介绍一下开盘情况 有请旭然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 几大指数都出现了一个红盘开盘 而尤其是央视财经 武林指数涨幅逼近0.3% 领涨各大指数 在经历了几天的调整之后 今天各大指数出现连动向上 是否是一个新的预示 那么互指是否迎来新的突破呢 首先从目前市场的运行形态来看 市场之前出现了一个扩散型的调整形态 在以跳空缺口方式向下击穿之后 目前市场正处在一个缺口下方的强势震荡 一方面从阶段性的走势来看 短期内市场正面临着之前 底部大级别形态的支撑 所以是下方有支撑 而上方在本周市场曾经出现过 几次的盘中上冲 但都没有顺利开出阳线 而短期内市场的这一条 三角形收敛的上边界 可以定义为是短期内多空的分水岭 通常我们说三角形的整理形态 在盘面中有两种含义 一种叫持续形态 就代表着如果击穿下边 将延续之前行情的调整趋势 而另一种的话 也意味着如果击穿上边 那么可能会暗示着 这是一个底部的逆转形态 阶段性的反弹开始 A股有一句谚语叫 五穷六绝七翻身 所以往往市场在五月和六月的时候 可能出现震荡整理的概率加大 那么从短期来看的话 市场在大阳线一度上冲的过程之中 出现过成交量微幅放大的这样种走势 但是我们通常来判断的话 一方面成交量放大 是需要保持一个持续放量 第二方面 对于整体形态的话 我们通常在突破回撤之后 还需要一个再度的向上确认 所以以护制为例的话 目前正处在一种阶段性调整的上边界附近 期待市场出现大阳线给我们进一步 加持明确的信号 那么另一方面 以央视财经五零指数为例 在护制处在调整阶段的时候 这个五零指数的走势 其实正处在一种新的扩散阶段 之前我们探讨过 扩散形态也是一种典型的整理形态 它并没有选择向下突破 而是反复地在下边支撑 进行反复的下市 在获得支撑之后出现反弹 因此扩散形态 如果进一步出现反弹的话 有可能会重新构筑成收敛之后的 扩散之后的收敛形态 从而重新构筑零形态 因此我们来看的话 以各大指数的运行来看 以蓝筹为主的央视财经五零指数 它的盘命运行是更为强势的 主持人 好 谢谢续然的分析 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 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参与交易时间的节目互动 发表弹幕留言 稍后进入今天的首席看释 正在直播的交易时间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来关注618 在近期商务部发布的 中国电子商务报告2018当中显示 2018年我国跨境电商 进出口商品总额1347亿元 同比增长50% 跨境电商快速发展的势头 在2019年依旧不减 浙江省宁波市通过管理制度创新 和提升曝光便利化 积极促进当地跨境电商的发展 来看一下 在浙江宁波保税区 进口商品市场内的 跨境网购自提中心 记者看到不少消费者 在现场体验跨境商品 急买急提的过程 跨境电商企业 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 设立实体店 将来自全球的美妆护理 营养保健 日用白货 母婴用品等爆款进口商品 在实体店内展示 消费者到店体验后 通过扫码下单 线上支付 只要稍等几分钟 海关放行后 消费者就可以直接提走 自己的商品 这比以往跨境购物 先下单再游寄到家的方式 增加了更多的购物体验和便捷 跨境网购自提 是宁波海关试点新零售 探索跨境电商多元化 经营模式的一项措施 也是宁波海关推出的 八项促进跨境电子商务 网购保税进口业务 高质量发展的举措之一 我们的初衷 就是想通过这些倍率化的举措 实实在在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 然后精简通关流程 打造一流的国际化的 口岸营商环境 从此从而 就是实习或者实在的利益 帮助跨境电商降低经营成本 提高通关效率的 不仅是监管部门 宁波当地的科技公司 也通过多年来 在报关流程上的经验 研发出一套智能通关平台 可以将用户填好的 基本报关信息 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进行复合排查 目前这套系统 对报关所需的108项信息 可以达到95%以上的智能识别 在我们整个增量 不增人的情况下 我们自己其实是已经提高 五到七倍的工作 所以我在整个过程中 我肯定要给我的合作单 或我的一些企业 降低成本 整个情况是给他们 最少降低50%的成本 来进入今天的首期看事 今天继续我们的 挑选消费新势力的系列投资分析 昨天我们分析了 新消费模式下 家电领域可能会出现的新势力 今天618电商节 我们要重点寻找新消费力 谁最有科创基因 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 东兴证券基金业务部的 投资总监程远 欢迎程远 你好 能不能先跟我们分析一下 你怎么看电商 对消费的新的拉动力量 如果说电商对消费的影响的话 我觉得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它对于 传统的零售渠道 它是一个冲击或者说是替代 同时它对于整体的一种 这种消费的需求 也是一个巨大的拉动 为什么说 从这两个方面来看 就是我们看了 就是近十年或者十几年的时间 电商实际上是 从一个很边缘化的这种渠道 变成了现在一个 很主流的一种消费渠道 这个过程当中 它主要是在这种消费者的消费体验环节 和消费的场景方面 两个方面做了巨大的改变和提升 由这种消费场景主要是什么改变 它是从一种传统的这种 受物理空间限制的这种消费场景 改为了不受物理空间限制的这种消费场景 于此的过程当中 它这种消费的体验的提升也是很多的 比如说原来你一天 你说逛商场 你最多逛个两家 但是在网上你可能一天逛20家都有富裕 那么原来可能就是说 你在买一家东西的时候 你只能听导过的意见 现在你可以看到很多其他人的这种点评 建议参考 这只是举例 诸多这种体验和场景的变化 而这种场景的更迭变化 更多的是一种对于传统零售渠道的这种替代 这种体验的提升 它应该说 这个是对于整体需求的一种拉动 所以综合这两点来说 它对消费行业的影响 大概就归于一方面是替代了传统的零售渠道 另一方面是对总量总蛋糕的做大 它也是做了巨大的贡献 回到我们的资本市场 我们中国很多的本土电商 是在西方的一些资本市场上上市的 能不能给我们梳理一下相关的股价表现情况 股价表现情况是这样的 如果说看很长期了 也很长期像阿里 它一直是在上涨的 如果从近几年来看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它的表现是表现各异的 你像阿里的话 如果我们看近三年 它的股价应该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涨 虽然说近期有回调 但整体来说是上涨的 比如说我们看京东 京东的话 它可能是先上后下 它近三年 基本上股价是维持平入的 你像拼多多这种 比较新的业态 它刚上市 基本上也是一个 区间震荡的一个格局 这就反映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说在 刚才我讲的近十余年 这个建商发展的速度很快 但是在这十余年 我们把它切成两半来看 前那么五六年六七年 实际上是一个整个流量红利的一个阶段 可能那个时候 如果很多平台上市的话 它可是整体都是上涨的 但可能那会很多是在一级市场 但是从后几年来看 现在电商的这种流量红利 逐渐的在消失 它更多的是一种 经济化的管理 在这种竞争和PK 这种时候 大家就会发现 从股价表现来也好 或者说从这种 这种业态的变革来好 大家可以看它的这种 分化就会越来越明显 其实最近几年 涨得比较好的食品饮料 尤其以白酒为代表的 白酒行业 涨得都非常的好 你觉得接下来 在我们的消费领域 还有什么细分的子领域 有投资机会 你的办法 我觉得消费领域 应该从中长期来看 是一个非常 甚至来说 是最值得关注的 这种领域之一 最值得关注的领域之一 为什么呢 因为消费领域 实际上它的这种 护城河是很高的 它的壁垒很高 你别看好像说造个酒 或者说我给你卖个衣服 好像感觉没有说造手机 造大炮 造汽车那么难 但往往它的可能壁垒 或者它最后的利润率更高 它的壁垒来自于哪呢 来自于消费者 对于你品牌和产品的认知度 认可度 这种认可度一旦形成 它的美于度和忠诚度 就会形成 美于度忠诚度 一旦形成之后 它会很难变迁的 可能你会发现 你用的这些科技产品 用的品牌在发生变化 但你用很多消费品 你忠诚于它 就是忠诚于它 那么像其实像白酒这种 它就是很典型的 它这种品牌化率很高 那比如说大家 我们现在认可毛泰也好 乌兰也好 它的品牌价值是在哪 说句不好 就算你不爱喝它 有些场合 可能你也得喝它 因为它这种 可能是一种仪式感 这种 你必须要是它的品牌来撑 那反回来说 现在的投资机会 去哪找呢 我们可以找一些这种 品牌化率 还没有那么强的领域 比如说我举一些例子 比如像一些什么家具 这些可能开始 它的品牌化率 还没有那么强 但是它的品牌化率 会逐渐的变强 这里面形成了一些 龙头品牌的话 未来我觉得 它的投资价 这个空间都会比较大 现在还有一个词 叫电商新零售 新零售 可能我们很多投资者 都了解了 电商新零售 你是怎么理解 电商新零售是这样 之所以 因为电商 其实很多人认为 在前些年至少看来 就是一个新东西 你电商下面又加了一个 在新上加新 是怎么回事 这实际上 就是像我刚才讲的 就近些年 就是电商 现在并不能叫新了 电商它的流量红利 可以说基本已经结束了 现在电商的货贺成本 跟你线下的货贺成本 租金基本上差别 没有那么大了 或者说没什么差别了 这种情况 就是你的效率 可能会比线下 会高一些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我们怎么寻求 这种新的机会 互相就要竞争了 竞争之后 大家的这种精力 会花在哪 往往花在 这个叫什么 数据化 智能化 来提升效率 来提升渠道 或者说是提升 这种物流的效率 我们这里面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河马 他就是一个新定售的代表 他依托阿里后台的这种 大数据的运算 包括他的这种智能化的平台 实现线上线下的结合 他为的目的是什么 更好的提升效率 提升我的 物流链的这种管理效率 提升我的消费者的体验 再比如像拼多多 拼多多也是一个 比较新的这种业态 他也是依托像这种 微信里面的这种社交圈 他能够听出这种社交圈的 这种传播模式 降低他的货核成本 达到这种快速的传播 这都是新定售社的 不同的体验 他总的来说 这个归根结底 他就是要通过一些 智能化和这种数据化的手段 来提升他消费者的这种消费体验 和他的这种管理效率 好 谢谢同学的分析 现在开盘已经有十多分钟了 我们再来问一问 机器人小金 有关盘面的最新情况 你好小金 主持人好 现在大盘怎么样 来跟我们说一下吧 现在表现最好的是创业版纸 目前的点位 1445.81点 涨了0.24% 行业方面 涨幅最大的是农业综合 其他休闲服务四量 跌幅最大的是稀有金属 各股方面 目前涨停的有18家 跌停的有10家 其中电魂网络 已经是连续第5个涨停 华则退市连续第42个跌停 截止到现在 资金净流入最多的板块 是农林木与传媒交通运输 资金净流出最多的板块 是有色金属电子通信 小金回答完毕 好 谢谢小金的介绍 接下来我们再次请出 今天的盘面观察员 沃德资产投资总监刘旭然 请旭然来介绍一下 盘面热点的最新变化 有请 好的主持人 我们看到市场在指数冲高之后 普遍出现了一轮回落 但是整体跌幅不大 而创业板指目前是一个 红盘运行状态 那么从市场的热点来看 昨日涨停 在目前的所有板块中 正处在一个领涨的态势 这也意味着说 目前市场曾经出现的热点 仍旧保持着一个良好的赚钱效应 那么在过去 像不管是人造肉 5G 芯片 以及市场中出现的 其他的各种黄金热点轮动之后 我们曾经担心过 因为ST个股一度出现了 一个26只个股的涨停 往往ST个股出现上涨 意味着市场一轮单边的热点轮动的结束 那么到底是进入调整 还是进入新一轮热点呢 那么从盘面来看的话 像昨天盘面中的热点 不管是受益于川藏铁路的西藏 以及四川的建设概念股票 还是受益于整体的 新一代人工智能智力出现之后 我们看到的热点 以及在昨天的盘面之中 以昆耀集团为首的 轻薅素类概念股票 那么都保持着一个 今天早盘的强势运行 另一方面 前期的热点 饲料 人造肉和种叶 目前已经出现在涨幅前列 这也意味着 虽然目前指数出现调整 但是在调整的背景之下 市场又开始重新 集聚新一轮的板块轮动 那么在分析之前 几个板块轮动中 市场有一个明显的特征 就是龙头出现了连续临涨 我们以种叶板块为例 000713的风乐种叶 刷先出现上涨之后 逐渐在板块内出现热点扩散 而不管是5G还是芯片 也都同样出现了 龙头出现三到四个连板之后 热点扩散的情况 因此刚才小金提到的 电魂网络作为电竞板块的龙头 在它出现五连板之后 是否在未来一段时间 电竞板块能够重新聚集人气 出现在涨幅网前列 我们也值得关注 那么另一方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今天市场回调比较靠前的标的 像稀图泳瓷 小金属 有色金属等等 都出现在回调的前列 这也意味着说 目前市场正在进行一个 有色板块的轮动 因为在过去的几个交易日中 虽然稀图板块并没有出现 一个快速连续大涨 但是稀图板块 正在向整个的有色板块 进行热点扩散 比如说太白粉的 这个整个板块指数 在过去五个交易日上涨了12% 而两只龙头领长标的 潘刚房泰和金属泰业 涨幅在过去五个交易日中 也超过15% 同样黄金概念股票 在过去一段时间的走势中 也表示强势 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 这是一个由稀图板块 热点扩散之后 短期的进入一种 阶段性热点轮动的 调整过程之中 另外像针对五粮业 浪沙股份 宜宾职业和天约集团 等等宜宾的上市公司 我们也要密切关注 上市公司的公告 和盘面中的变化 谢谢续然的分析 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 欢迎各位扫描 屏幕上的阿维码 参与教育时间的节目互动 发表弹幕留言 稍后继续今天的首席开始 正在直播的交易时间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我们继续和东兴证券 基金业务部投资总监 成员一起来挑选 消费新势力 刚才我们说到 电商的新零售 我们很多投资者 可能在生活当中 也有这样的体会 之前从电商买商品 是因为便宜 价格确实有优势 但是现在越来越 注重品质了 你觉得在品质提升的 过程当中 对我们的资本市场当中 有什么样的 新的投资机会吗 你看到的 品质提升来说是这样的 因为最初为什么 会消费者在网上买的 都是便宜货的 因为大家对于这种 网购的这种模式 是不够信任的 它是一种什么心态 就是我买个 100块钱的东西 50块钱的东西 我买不了 吃亏 买不了商道 你寄回来就是个假的 你就亏50块100 就亏50块100 对 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 这种熏陶和这种影响 交易之下 大家对这种电商的这种模式 已经是充分的信任和认可了 在这种情况下 自然原来的这种 可能这种质量比较差 或者说是价格比较便宜 质量比较差的这些这种商品 完全靠价格低的 它逐渐的可能就会淡出市场 它重新的又会回到 一个健康的这种 比如说大家追求质量 追求品牌的这种 这种消费理念 来引导市场的状态 那么对于这种资本市场 或者说这种投资来讲 我觉得还是到跟最初的 这种消费行业是一样的 就是品牌化 品牌化 品牌化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的商品 是有比较高的质量保障的 同时意味着 你的消费者 它是比较成熟的 很多它对你这种产品的消费 一方面是对于你的这种 产品质量 实用属性的一种追求 一方面是对于你产品的这种符号属性 符号属性的一种追求 那么实际上跟我们这商场消费是一样的 对于这种品牌商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因为在电商的初期 对于这种龙头品牌 其实是打击 因为他们说 这些很多假货 或者罚我们的很便宜的 网上卖的很好 但是现在进入这种 券商的 或者电商的这种 后周期的时候 反而对这些品牌商是利好 因为他们也可以走进这种 线上平台 线下来联动 他们这时候 他们竞争力会更强 其实我们知道 电商能够发展到今天 其中是有科创基因的 就像我们在标题当中提到的 这个科创版马上就要 现在已经开版了 马上就要有标题上市了 就要有标题进行交易了 你觉得这个科创版 对于我们消费势力 提升有什么样的帮助 从中我们能选出 什么样的好的标题 科创版它顾名思义 它里面最核心的是科技创新 它就是要科技含量要高 从实际的来讲 其实科创版 目前我观察了 它其实基本上 是没有什么这种 消费类的公司的 但是这种科创版的推出 或者说对这种 科技创新的 支持和打造 它实际上对于消费行业来说 会有着巨大的 潜移梦化的影响 为什么这么讲 其实我们刚才谈到的电商 电商其实就是科技创新 带来了新的消费业态 对吧 你最早来说没有互联网 对吧 你没有移动互联网 哪来的电商 对吧 但是现在 你再讲移动互联网 再讲电商 这已经 你就要谈科技创新 这就不叫科技创新了 这只是一种模式了 这种只是一种模式了 更多的是 基于这种科技创新 来做的这种模式变化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可能科创版里面 并没有这种 类似于消费类的公司 但是未来随着这种科技 不断的创新 比如说5G时代的到来 实际上现在已经到来了 已经到来了 那么下一步5G的这种 拥有终端的普及之后 那么可能会有很多的新的 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消费场景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原来最早是电商 我们看网上的图片买 后来我们走了大线地铁里面 就可以下单 再之后可能 我下单的过程当中 我还可以跟别人交流社交 可能后面在 我看你的视频就能买 再以后可能进入全息投影 对吧 或者更新的 我们想象不到的这种消费体验 可能你在坐在家里 就能感受到这种 去商场 试衣服 这种虚拟试衣服 或者说比它更好的一种体验 这都是要基于这种科技的创新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我们的网速越来越快 对吧 我们的通讯技术的不断提升 再一个是什么 我们的这种终端 对吧 未来比如说我们的VR技术 这种电子产品的不断提升 它实际上对于这种消费的体验 都是潜移默化的影响 而且这种影响是很大的 刚才你提到新技术 对我们的消费的影响 我们知道科创版的上市公司 类别也很多 节能环保 高端装备制造 还有我们的新材料 新能源等等等等 你觉得这些哪些 和我们的消费关联的最大 我觉得消费最大的 一方面比如说是通讯技术 再一方面是一些电子产品 电子产品 跟这个消费 因为它最终消费 你现在主要电商 电商 你消费下单也好 因为电子产品 然后只需要消费 消费 发送我也 Lega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